所以刚才您看啊 第一笔是他小女儿去交的 后来他虽然把发票给你了 但我相信那发票上的名字 应该不是你们的 对吧 对 名字肯定还都是张女士的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 这个房子当时还没盖好 是属于拆迁房 对吗 回钱 哦 回钱 拆迁回钱 所以这个房子 你们的买卖 就写不了你们的名字 写不了我的名字 在那个交这个钱的时候 我们就立了一个契约嘛 中间人金先生 还有那个方主张女士 我和我爱人 那就是三方共同写了一个契约 主要内容就是 老太太要求 让我们交这个转让费 一万七 当时这个契约是谁提议写的呀 中间人我们三方都商量 说买这个契约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契约 通过充分协商 原房主张女士将原楼房购买权 转让给曹女士 转让费为一万七千元整 钱当面交亲 此协议生效 永不反悔 张女士保证子女今后不能干预 如果张女士反悔 除了要交回这个款项外 还要罚款五千元 对对对 口头无凭立字为据 定金是一万元 余款七千元 分房后付清 这是1997年写的 1997年12月18号 就是那天是结账 剩余那七千我就交给了张女士 张女士又要求我们另多给 又补了这部外交三千五百元整 当时这个房子 说好什么时候能过户吗 这房子 等三年以后 过户 过户 当时写完了 是不是心里还踏实了一些 写完了 我心里也不踏实 因为一天没过户 我一天心了没底 就不踏实 所以这块 那在这儿我问问曾律师 因为其实这个房子的情况 从买的时候就比较特殊 就不是我们普通的商品房 我今天和你交了钱 明天或是当天我就可以去过户 买的时候其实还不能进行交易 所以才有这个契约 对的 是这样 首先我们看这个契约的时候 有一个问题 您看一下这个第一句话 通过充分的协商 原房主将原楼房购买权 转让给曹金英 上面写的不是房屋买卖 写的是楼房的购买权 您能解释一下这个楼房的购买权 是怎么回事吗 当然说我们也不赌这个契约 这个文字这块 咬何时我们不懂 这谁写的 这就是中间人写的 给我们写这个 这边人起草的吗 写的起的 其实 实际上我实际就是这意思 他是把这个买房这个产权 让转让给我 我们是买的是产权 但并不是给我们产权 产权还是写的张苏英 那为什么是这个产权转让给您 不是楼房 是不是这房子的性质比较特殊啊 是不是这房子有什么问题 当时就是中间人也跟我们说了 说这房子是医院分的房 分给职工的房子 医院分房分给他了 但是那里就93年就可以 93年就可以归个人了 明白 那周围的房价和这个房价 当时差别大吗 市场价就是在 七五百块钱一平米 和这个差多少 它这个是 它这个是标准价 拆签灰签都是标准价 标准价是那 每平米五百左右 要稍微优惠一些 明白了 那不贵一点 但是我要加上我这好住费 转让费 一点也不这么贵了 明白 基于这种情况 您也说了 你看我又 我不光是交了房款 等于额外还交了什么 转让费好住费 对吧 所以这房子总体下来 一共是大概多少钱 总体下来是 我连好住费再加上买房子 这两笔料都加上是 七万两千多 怕他的子女反悔 怕要不要这房 后来我又找中间人 在一块又商量 说要求让张女士 咱们补充一个 再给我们写一保障 写一保障 中间人又说了 要就写一个配奖书 什么就是 配奖书就这么来的